前日和昨天原來中美有一個經濟工作組 在北京舉行面對面的會議 這個工作組前兩天的會議 原來已經是這個工作組 去年9月成立以來的第三次 沒錯 所以我今天看財經的新聞 很少人會將昨天為何中國多個部位同時發工 選擇交昨天難道跟這個關係沒有關係 中美工作會議 一兩天昨天談完 昨天跟著中部位一起發工 中港股市有個相當明顯的反彈 原來雙方會談的內容主要涉及 中美兩國的宏觀經濟形勢和政策 還有20國集團財金合作 因為開完會 發展中國家的債務產業政策 很多時候不知開啥就要看會後的通報 從會後的通報來看 雙方似乎 總體在會議交流算是氣氛不錯 根據官方的用語 中美都用了坦誠 坦誠 這些很早抽象 坦誠的意思是入獄 不坦誠就不入獄 在外圍的兜圈子各自去表述 坦誠就是入獄 你一入獄就去到一些很基本的問題 譬如說是否美國對華要加徵關稅 是否一些雙向投資的限制 或者制裁措施有沒有舒緩 這些是入獄的 一說到入獄 我們看昨天中央幾個部位同時發工 他的發工所有的錦囊放在桂桶裡面 他選擇什麼時候公佈 把所有好消息集中在一天公佈 這個勢頭才是很大 對 勢頭大 幾方面可以配合 而看見環市的社評 還是社評呢 有時候我都沒空看它的內容 但一看社評的標題就看到取態 中美經濟工作組對話有更大的使命和意義 不單這次有坦誠的對話 即是說它本身是一個很大的使命意義 還有還是基本上都是持一個正面的態度去看 相當正面 和這篇社評似乎覺得 中美關係有一個很穩定的發展 因為社評就說 我們注意到 我們用坦誠的態度 正確對待著兩國的歷史和現實 包括沙利文 就是國家安全事務顧問 國務卿布林肯 和財長耶倫 那麼多位美國高官近期的發言 環球事務寫論話 相對於他們三年前的表態 有了積極的變化 是向好的變化 雙方都希望在特別的經濟互動方面 都能夠國取所需 很多東西是可以雙贏的 根據環市的描述 之前那三次 那些比較容易談的問題都談了 都是求同存異 捨難取義 談了可以談的 容易達成協議談了 這次所謂坦誠 就是等於入獄 就是談一些入獄的問題 什麼入獄問題 從經貿關係來說 譬如環球時報說 以前對我們高關稅投資的限制 還有對中國高科技的封鎖壓制的問題 美方當然用一句 為國家安全 這樣說不過去 又說不脫鉤而去風險 迴避不了 他說這些問題不僅是中方關切的 其實是美國的企業也關切的 當然了 當然美國企業 你看輝達幾間都會很迫切 因為如果沒有了中國的市場 令美國的高科技企業 也大打折扣 所以美國這個社會很特別 它商界影響力很大 華爾街影響力很大 所以大家都希望各取所需 所以這次工作做的對話 應該是去到入獄問題 但是究竟成果是怎樣 接著看美國方面反應 中國其實大開方便之門 總之有得談 特別在那些高科技產品 很簡單說回晶片 是否要捏得這麼盡 是否找普通貨式去充餐就算了 當然希望有進一步的成果 因為中國商務部長黃文濤 其實之前也提過 他說美國企業一向都反映 如果現在最大的風險是中美關係的經貿問題 就是政治化 其實很多東西都是因為政治化 所以我們看看這些東西 我希望特區政府 最初都要看風向 政治是講風向的 不是你一城不變 一宅二宅 你就將自己陷於 表面上說我們擁護中央政策 中央現在在吹和風 所以特區政府 你不要再戰狼上身 你可以特別現在春節 你可能要唱一首春風吹上我的臉 不要隨便出其他歌 現在似乎那個風向 香港還沒有和風 由國安法到二十三帖推完之後 希望再沒有其他 希望就是這樣 但到時候環境 你一陣吹和風 別人要不要玩 這也是二十三年立法之後 香港面對一個新的處境 目前難以估計 當然我們都善重善討 香港不會受到很大的衝擊 好 又看看台灣的社會 台灣現在大選陳寒落定 焦點放在國會 在韓國瑜領袋的台灣國會 肯定有一番作為 作為究竟是好還是壞 就看看自由事報 說台灣國會要向前行 當然他都會善待其變 但都知道在韓國瑜 說這個人兄真是很有氣氛 他主持的國會 怎會沒有氣體 雖然韓國瑜贏了之後 說他會緊守議事中立立場 不會捲入朝野的紛爭 但整篇自由事報 事由時報錄影的社論 今天標題很和諧 台灣國會向前行好像沒什麼 內文其實多不看好未來的國會議事 他和議會的選舉 韓國瑜領的當選 其實白營安民設的民眾黨那8票 第二輪棄權 比國民黨上還不是有默契了 他都覺得如果國民黨加上民眾黨 拿到國會的主導權 再加上韓國瑜這位人兄 他都領教過韓國瑜的利害 知道一定將來可以看到國會 和總統府之間兩者之間 可能有些背遲 當然民進黨最擔心的在韓國領導之下 國會反而 我也會這樣看 將來韓國瑜所領導的立法會 他的立法院 他的主導性和影響力 甚至凌駕於總統府 你賴清德 你讓東西動不得其政 讓東西有被動 在國際上也不敢亂說話亂動 韓國瑜說他可以到處去 你分分鐘如果哪個美國總統 白宮總統換人 他是可以用議會議長的角色 去參加總統這個就職例都可以 是啊 因為國會議長你說 都頗重要 因為是左右了由行政機構 即是總統府引申下來的行政院 提交的議案 他也可以提出來改你其他的例子 現在最擔心的是什麼呢 民進黨的政府 賴清德政府最擔心的 喂 這個九二共識的國會議長 被視為九二共識 因為又走過去中聯辦 九二共識國會議長 會不會跟北京有些互動接觸呢 會不會由主動提回復貿協議 重新拿出來討論 重啟這個修訂呢 又或者現在因為已經有反滲透法 會不會修改而弱化了反滲透法的功效呢 所以很肯定韓國瑜這方面 都會籌善滿次 所以可以看到台灣未來的政治焦點 其實在立法院是強過總統府的 你看看自由社會如何形容韓國瑜 韓國瑜擔任國會議長 在政壇翻滾多年的他 他在立法會曾經有激情演出 高雄市長當選和罷免 在總統大選落敗 言行主張招致諸多批評 引出不少風波 且在樓下諷刺他 禁止打散 無法無天 你知道韓國瑜就禁頭禁止打散 我叫和獎打散 無法無謙 可能對他做這個院長也很不放心 因為現在在立法院裡面 真是藍 綠 白 而白 是否真是關鍵的少數呢 其實他又未必是這麼關鍵 因為他只有八席 不及以前2001年的時候 那個親民黨 親民黨畢竟又是第三大黨 但是人家是46席 你看見政治是講實力的 特別是講民主政治是講議席的 你發覺美國一樣而已 英國一樣而已 議會當中政黨所議席越多 你的法人權就越大 所以今次台灣這個大選 清德當選都是意料中事 但能夠韓國瑜國民黨這位激情演出的 韓國瑜議長肯定他的風頭會承認 他的副主席外交長裁 所以說台灣將會走向議會外交的情況 外交亦都說內交 內交和北京的關係 英國美國和台灣的議會 權力和體制是有點不同 你英國的上下議院 即下議院 你是需要全國的所有選區選進去 選進去 你多數的那個 就可以由你的黨魁出任手上 美國你贏了 最多是做眾議院議長 但是權力也很大 要繼為人 即權力繼承人 他是排第三 所以英美兩院制 也有一種制衡的作用 台灣比較簡單 台灣簡單 但是台灣都是由地方選出來 任這個議會 他最大的就是 我是選出來的 我是民選出來的 民選出來 就算總統你也是民選出來 不過你也有四成多選票 這個 沒辦法民主政治遊戲就這樣玩了 這100更多精彩節目等著大家 足本重溫 聲音客載服務 年費1000元 請即訂購支持